近日,记者探访了珠海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项目建设地。 记者现场看到,从口岸前广场到连检通关大楼的工程建设均进入收尾阶段, 其中,室内装修和外木墙工程已经基本完工。 横琴新口岸连检通关大楼及南北侧交通平台总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相当于63个足球场。 走进横琴新口岸旅检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花吊顶, 负责室内装修的中建装饰集团所属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明告诉记者, 天花整体以起步波浪的设计为空间带来流动感。 我们天花的这个六边形的复合铝板,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共有22个弧度, 因为它是拱形的嘛,它的来源于是那个海浪的那种波浪,要这效果,所以有22个弧度。 这个一共是13000多平方米的天花的铝板,我们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就是零失误, 现场全部是没有一块损坏的,就是全部都到墙给安装上去。 而在大厅两侧,墙面采取的是装配式陶瓷宝板单元组建系统墙面, 举行钢材作为框架结构建保证了结构的长久性、安全性。 记者注意到,整个大厅的照明给人以柔和舒服的感觉。 王明称,横琴新口岸旅检大厅装饰设计突出节能环保理念, 并执行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 在照明上,大厅共有一千多盏光源,采用筒灯浮以六边形薄膜LED光源, 光线透过A级膜进行散射,减少了光污染。 记者走出旅检大厅看到,横琴新口岸连检通关大楼大器的玻璃木墙外侧, 以大中小三种线条进行装饰,每种线条长短不一, 线条与线条之间层次分明,很具韵律感。 远远望去,木墙设计形成错落有致,延绵不断的山水姿态。 据了解,横琴新口岸项目外木墙面积约6.5万平方米, 外木墙主体为东西走向的大跨度玻璃木墙系统, 全长344米,全部采用装配式施工。 面向澳门的横琴新口岸旅检大厅东侧门头, 造型气势磅礴,珠光白的铝板木墙系统形成喇叭口造型, 负责外木墙工程的中建装饰集团所属深圳装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方文彪表示,这是由600多块大小不一的装配式铝板单元板块, 在约40米高空拼接而成。 这个区域的话,最大的特点是,我们的外立面, 这个东门头是由1700平方米的铝板木墙组成的, 但是我们只花了25天就完成了吊装, 采用的是目前这个行业里面最先进的装配式施工方法。 方文彪介绍,门头主体部分为钢结构, 为了应对主体沉降问题,专门设计了可调节的单元框架, 通过螺栓来调节铝板木墙的上下位, 左右位也是可以移动的,这确保了毫米级安装精度。